上月初张鲜宇发布一条微博 终有一天你会知道失去比拥有更踏实 一有所指的拉开了一桩娱乐圈轰轰烈烈的分手事件 9月7日李晨连发两条微博称自己失眠 想回家却无家可归 不愿在一厢流泪 谁能为我按一下快进键这样的感叹 引来不少圈内好友在评论中留言 不为错的人流泪才能遇见对的人 让坏人遭雷劈等等 似乎证实李晨遭遇情伤 随即李晨与张鲜宇分手的消息在娱乐圈得到证实 而经过近两个月的失恋后 自认为坏女人的张鲜宇却发微博晒出两人合养的宠物照片 并呼唤想你 随后李晨也发了微博晒出猫的照片 贴张打哈欠的照片疑似回应 不过张鲜宇很快又都删除了该条微博 两人如此互动被众网友怀疑已经旧情复燃 但李晨经纪人却在记者求证中斩钉截铁的说没有 并表示李晨目前正在拍戏 娱乐新闻问您整理报道